Hello 大家好 今天10月3日,星期六 其實很少在星期六出中國民心、香港民心 昨天出的那一條不是ERROR 昨天那一條是一個POST 因為我想看看昨晚會有什麼新聞 想看看特朗普的病情進展 現在我講的時間就是美國華盛頓的時間 大約是凌晨12點 今天早上我們就看到特朗普的情況是差的 我們一會進去,今天就完全講完這個題目 就是完全講完特朗普感染了肺炎 也都會講,他感染了肺炎之後 如果他有問題,有什麼冬瓜豆腐又怎樣呢? 第一場電視辯論又怎樣呢? 那對華的政策又會怎樣呢? 對於經濟又會怎樣呢? 我們今天會比較詳細說 所以今集就會完全講完這個題目 其他香港的題目,我們會在下星期一或者二 就照常講 這集其實是加多了 所以昨天那一條不是ERROR 昨天那一條是POST 主要我想看看昨晚特朗普的情況是怎樣 今早我們起床看到,情況是差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條片的COVERING 它的情況是比較嚴重的 對於美國的股市,開始有一個很大的震盪 即時你看到到期就跌五百點 但是後來,因為有些好的數據出來 所以就 百多點,你見到道指跌了百多點 而NASDAB就跌了二百多點 對於我們的美銀就 沒什麼大影響,跌了2% 鑽石狗反華做升了 由一百五十一到一百五十二 我們的PATREON連結在下面 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 有位讀者在9月份 原來PATREON有問題看不到 因為他已經過了9月份 他再看就要付錢 我把所有9月份的PATREON連結給他 原來我9月份的PATREON做了13條片 但通常有些短一點的 十多分鐘,二十多分鐘 長的都有,但通常都是20分鐘以下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看我們的PATREON影片的話 連結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我們 五元美金一個月,即是四十元港幣一個月 今個星期三就到八月份 七月份的收費版已經放了 我會由今個星期三開始 就放四期八月份的投資日誌 收費版在網址 大家可以點擊下面那個連結,免費進去看 大家如果想訂閱十月份的投資日誌 或者YouTube投資筆記,都可以開始付費 我今天就... 今天就慘了,因為今天就要錄三條片 為什麼呢?因為沒得錄定 因為沒得錄定 即是一周股市大事都不可以錄定 因為這麼大的事的話 坦白說,你一定要跟進 你錄定沒什麼意思 所以今天就會...這一集 YouTube投資筆記的第一集 加上一周股市大事 今天就要錄三條片 香港的情況就好 今天就只有四宗 即是今天十月三號,星期六 就只有四宗 那我當你全部都是本地個案 你四宗都是四宗 但應該不是的 我估計...可能是零 即是零或者一 即是本地個案 但我也要說這句 你太多輸入個案 你要處理 基本上每天都有輸入個案 有時有七宗八宗 你如果不做事的話 遲早爆多一劑 這個一定要處理 其實我講很多次 今天整個節目都會講關於特朗普 這一個就是十月... 現在是十月二號 美國華盛頓時間凌晨 你看到這條片的時候 應該是十月二號 五六點出的應該 這個就說 特朗普染了... 即是特朗普和他太太 就染了這個肺炎 在頭那一天 他們就在白宮做隔離 但大家看到 右邊的照片 就是特朗普自己在Twitter那裡拍的 你很明顯看到 他比前幾天的照片差了 你很明顯看到 只不過他是白人的意思 他因為呼吸困難 還有很累 有少許發燒 所以情況比較嚴重 就即時送到軍部醫院 我在一些照片上看到他 我想可能很近 坐直升機 上飛機 下飛機 進軍部醫院的情況 他太太可能好些 我們今天整條片 都是講特朗普的了 屋樓兼逢年夜雨 因為第一場的電視辯論 其實我們實事求是 做事 普遍的輿論來說 都是Joe Biden比較好些 但是你說民調來說 Joe Biden可能領先大約是 10個百分點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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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純看民調 特朗普就落後 現在 我相信他們每一天都要做 其實 副總統彭斯 兩夫婦做了核酸測試 是陰性的 Joe Biden也做了 Joe Biden和他太太都是陰性的 都是陰性的 全是這位鏡頭前的美女 就是阿希克 是白宮特朗普的高級助理 大家看到 其實不只是美國人 美國人、英國人、澳洲人 都是不喜歡戴口罩和社區距離 其實沒得搞的 沒得搞的 沒得搞的 大家看到 其實無論 當然 在過去 由3月開始到現在這半年 其實天天都有人在罵特朗普抗疫不好 天天都有人在罵 但是問題就是 其實問題就是 外國人是不喜歡戴口罩的 是不喜歡保持社交距離的 你看到現在的英國也是這樣的 你看到澳洲也是這樣的 那是不是 是否Joe Biden上他們就會呢 我覺得也是不會 但是問題是 你是總統 所以沒辦法 那他現在戴口罩 其實戴是沒用 亦都有一個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WHO就是世衛 即世衛的早期 其實應該去問一些 抗疫成功的地方 例如香港、台灣 這樣就沒有 那我不知道世衛 即那幫人自己 關上道門做些什麼 其實正常來說 這個病 你不喜歡都是這樣說的 社交距離 戴口罩 有什麼問題 自我隔離 快篩 是這麼多 其實就是這幾件事 那你最重要的 那兩件事沒有做 其實永遠都好不了 問題是在這裡 但是剛剛他是總統 所以其實 特朗普在整個競選裡面 被人攻擊得最重要就是抗疫 但是其實我覺得 無論哪一個美國總統上 其實都是這樣的 因為美國人就是不喜歡這件事 歐洲人就是不喜歡這件事 聽聞德國那些好一點 英國人就是不喜歡 他就不喜歡戴口罩 他就不喜歡隔離 那麼我們在電視上面看到 黑和特朗普 去不同地方拉票 去不同地方做競選活動 白說一句 都是沒有戴口罩 都是沒有戴口罩 所以其實他很嚴重 特朗普是72歲,他太太好一點,50歲 他太太小了一點,兩年多 為什麼我昨天不說呢? 原因是我想看看進度是怎樣 我自己也知道的,為什麼呢? 我看黃世澤就說他不胖 其實你看特朗普很胖 其實他是非常胖的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糖尿 但他都高的,應該有1.8米 我估計1.8米左右 你想想一件事,第一件事是年紀大 第一件事是年紀大 第二件事是中央肥胖 如果他有糖尿,更麻煩 開頭就說沒事 開頭母音就說症狀輕微 如果由白宮要送到軍部醫院 應該症狀就不輕微 可以這樣說是嚴重 今早上看到的消息 就說他有發燒,很疲倦,呼吸困難 這些都是相當標準的,染了COVID-19的症狀 相當標準 如果他有糖尿,就更麻煩 他太太好很多,因為他太太只有50歲 而且你看到他太太小到調查 通常這些都會好些 幸好彭斯兩夫婦驗了沒事 我不知道蓬佩奧有沒有嚴重 我不知道 Joe Biden也沒事 撇除政見立場 希望大家都沒事 不是說他不喜歡拜登,希望他有事 我們希望白宮的人員都沒事 這是我們撇除政見的 我們現在看看情況很複雜 整個情況變得很複雜 首先一件事,所有接下來特朗普的拉票活動都要暫停 現在是怕他傳染別人,而不是怕別人傳染他 而且如果他出現了這些症狀 估計他的身體會虛弱一段時間 在香港我們聽過有兩種療法 但如果他現在已經出現了一個比較嚴重的症狀 那他就要做COVID-19的治療 是很辛苦的 我們看過鄧達治是很辛苦的 吃了那些藥,他會整個人沾寒沾凍 吃東西又吐 起碼都需要 最少估計 要三個星期 才可以康復到 三個星期 才會較好 而且你康復也好,你的身體會較弱 亦都不敢包你,不會再受感染 所以可以這樣說 因為現在已經是十月初 所以他所有的 除非延期 除非總統大選延期 如果不是的話 某程度上 其實特朗普是做不到拉票活動 但是今天 拜登仍然繼續拉票活動 因為他沒事 問題就出現在 這樣對特朗普其實是 不利的 因為你做不到拉票活動 不利的 那你說他會不會 會不會死了呢 我們講完這裡 待會再講 問題是當你做不到拉票活動的時候 甚至可能他在接下來一個星期 他都不能夠在電視做什麼演說 因為吃了那些 治療是很辛苦的 大家可以看回網上 已經康復那些人 如果你完全沒有症狀 在香港試過的 完全沒有症狀 他就選擇有一些年輕人 就什麼都不做 只是隔離 沒有症狀 但是如果有症狀 特別是他現在呼吸困難 他應該一定要經過那個程度 那個程度 是會令到你很辛苦的 令到你早上快點吃東西 為什麼呢 你一吃了那些藥 你就吃什麼吐什麼 加上他的 的確是有這樣的年紀 所以我相信 接下來這個月 他是不能夠 做任何拉票活動 最多是網上的 如果這樣 如果這樣 延了總統大選 其實對拜登是不公平的 這件事對特朗普是不利的 對特朗普是不利的 但事情又分兩邊看 如果他 很多KOL都有說 分開他是輕症和重症 其實我覺得他是輕症和重症都沒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罵他的人已經罵到盡了 這六個月 即是罵他抗疫 抗疫不成功 封城封得慢 已經罵了六個月 無論他是輕症和重症都要罵他的人 其實要罵的東西已經罵了 真的 要罵的東西已經罵了 所以其實他染病 其實對他的選情 我覺得是 沒什麼大影響 但最大的問題是 大家知道氣氛差了 大家知道選舉的氣氛是很重要的 即是當那個候選人不能夠出去拉票的時候 有時候關鍵就是那幾個百分比 關鍵就是那一點 這個對特朗普是不利的 但你說電視辯論 譬如說如果他兩個禮拜後 是比較好一點的話 我覺得這些在網上做沒有問題 因為大家現在看CNN CNBC訪問的財經評論 已經全部在家裡 全部在家裡 現在你看到刑哥幕這個人 都是Wallace做主持 下面那些都是很少部分的支持者 或者是記者 是很少部分的 以往的電視辯論是很多人的 現在因為COVID-19這麼少人 變成網上也不重要 但問題是 我相信他在網上也可能做不到 因為會很累 會很累 身體會很虛弱 當時如果在身體虛弱的情況做辯論的話 對特朗普都不公平 特朗普的case 和Joe Biden的case是不同的 如果Joe Biden 因病退出的話 特朗普就會自動當選 但特朗普如果因病 或者是 他不會退出的應該 如果他死定了的話 就是彭斯上的 美國是順序的 如果他死定了的話 就是彭斯上的 那你說他病到在病塌裡 其實都可以投票的 都可以投票的 即是他睡在床上還沒死 他都可以投票的 但是他 還沒死 分了兩個場景 如果他病到趴街 但是照投票的 但是他病的時候 還沒到選舉那天 如果他死定了的話 就變成彭斯上了 就變成彭斯上了 因為彭斯是副總統 順序上的 如果彭斯都死定了的話 彭斯都死定了 就變成彭斯上了 然後彭斯都死定了 就變成彭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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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機會很低 特朗普是72 Mike Pence 就是61 61 彭斯上了 彭斯上了 就很大 好像是78 原來肥老是很年輕的 只有56 他大了幾年 不過人肥 問題就是 如果特朗普在選舉之前 釘了 就變成彭斯和Joe Biden之爭 如果彭斯都釘了 就變成彭斯上了 彭斯上了 彭斯上了 就變成蓬佩奧上 但是這個機會很低 但是Joe Biden就不同了 如果Joe Biden退選的話 就是總統自動連任 兩件事 如果選中了特朗普 然後他死了 那又怎樣呢 他選中了特朗普 然後死了 那就是彭斯上了 其實彭斯就變成總統了 副總統就由總統再任命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放心 為什麼會放心呢 因為 現在在美國的政壇上面 我是這樣觀察的 在整個美國的政壇上面 大量的人都說他們會打中國 因為現在是一個潮流 你如果說你跟中國粉絲的話 一定沒有人選你 但是真正會對付中國的人 我看現在整個美國政壇 只有三個人 一個是特朗普 一個是Mike Pence 一個是Mike Pompeo 只有這三個人 甚至佩洛西也是流的 這個女人 而Joe Biden就更流 我們稍後講過電視辯論的時候再講 所以現在整個情形之下 對於特朗普本身是不利的 當然有人會說 那不就更多票會選他 特朗普是一個很特殊的總統 我留意美國總統選舉 是Since Wilkington 即是1993年 特朗普是一個最不依規矩的總統 大家知道他以前是花花公子 但是特朗普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他很多時候說話都口沒遮難 但是他有做 他有做 而特朗普是中國其中一個最大的變數 因為他不知道選到特朗普 特朗普本身從來都不是一個從政的人 而Joe Biden從政已經47年 這些其實是收買的 Pelosi這些應該也是收買的 但是中國就不會收買特朗普 因為他不知道他會做總統 坦白說他正常應該是希拉里做的 所以特朗普是一個大美國主義的人 即是說我是不讓你傷害美國 令到削弱了美國在全球霸主的地位 特朗普是不容許的 他是一些大美國主義的人 即是差不多是我們上一輩的人 當然有很多KOL說 如果特朗普重病的話會不會博到同情呢 我覺得就一半一半 因為特朗普是一個 這個 這麼多屆來講 這六七屆來講 沒有出過一個這樣的總統 說話是口沒遮難 隨便說 說話是語不驚人死不憂 但是他做事是有做的 我覺得一件事就是 選特朗普的人 只要特朗普還有一口氣都會選他 而不選特朗普的人 特朗普幾生龍活虎都不會選他 是這樣的 而很多traditional的美國人 是不會喜歡特朗普這類型的 是不會喜歡特朗普這類型的 譬如說他反華的 有些人是真的反華的 大家要明白 現在在美國 最早期立民主及人權法案 其實都不容易過 是因為香港的警察這麼離譜才過 為什麼呢? 在美國人心目中 我為什麼要支持這件事呢? 遠在這麼遠 是因為香港的警察很離譜 才會過 如果不是不會過 為什麼特朗普做這個反華 做得比較成功呢? 原因就是因為COVID-19 令美國死了很多人 如果不是的話 制裁名單都出不來 但是特朗普是 因為他的確做了事情 而他做的事情 歷屆 由Bill Clinton到現在 除了他之外 我這樣打倒 沒有一個總統會做的 沒有一個總統會做的 我賭多少都可以 例如說禁了華為 現在封這個WeChat 封這個TikTok 趕走中國的留學生 打貿易戰 撤斷了中國的資金 我夠膽說一句 在Bill Clinton到現在 所有的總統 除了特朗普之外 沒有一個人會這樣做 包括奧巴馬 希拉利一定不會 無論他有沒有收中國的利益 他都不會 特朗普是一個很奇怪的人出現 其實是 如果特朗普有什麼東瓜豆腐 而由彭斯上 而彭斯對 彭斯對Joe Biden的話 彭斯的贏面比特朗普更高 為什麼呢 第一件事彭斯年輕很多 他61 真的不是跟你開玩笑 差十幾年差很遠 你看到他頭髮白 比特朗普就老了 七十八歲 也不會去到他 肥佬更加不會輪到他 第四個才輪到他 下一屆肥佬是有機的 真正在美國的政壇 我看到反華的就是這三個人 因為彭斯當時是很生氣的 我記得彭斯說過 當年 就是習近平在他面前 答應在南海不會有任何軍事擴張 但是你現在居然在南海 建了一個島出來 所以這三個人 哪一個想都好 其實他還 坦白說一句 你看到特朗普 他是一個商人 他是一個商人 他現在做的事 盡量避免打仗 但是我告訴你 要打我也不怕你 所以他放了兩隻航母 震懾了你 而美國當然有絕對的勢力打贏中國 但是你現在看到特朗普是打金融戰的 特朗普是用回傳統美國的方法 先截斷你的資金來源 然後叫全世界一路一路縮窄你的世界圈 跟當年對付蘇聯是同一件事 他是用金融手段 因為他是一個商人 他不希望影響到美國的股市 最後才用打仗這個手段 但是你說制裁香港十一個官員 接下來十月中可能 蓬佩奧 因為特朗普他在醫院 即他現在沒有交權出來 他現在還可以 執行總統的命令 在十月中 第二個制裁名單 應該是會出來的 對於香港和中共的官員 我相信所有過去五六屆的總統 沒有一個會這樣做 只有特朗普敢這樣做 沒有一個會這樣做 Joe Biden肯定不會這樣做 口呢 因為現在整個美國 因為COVID-19的關係死了二十幾萬人 沒有一個人會喜歡中國的 所以如果他們說 他們支持中國的話 就一定沒有人選 所以每個人的口都說會打中國 但是你看一下 他們的政策 你就會知道 其實全部都是流的 全部都是流的 特別是Joe Biden 而為什麼特朗普一有問題的時候 市會跌五百點呢 你試一下如果Joe Biden有事 市會升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因為Joe Biden 我們講這個電視辯論 我們現在講這個電視辯論 很多人都罵 中間這位Wallace 你的主持人 你不可以這樣 其實他也有折 特朗普 特朗普這樣說話 白點說句 不像小孩子吵架 我覺得這樣才正常 因為如果大家都跟兩分鐘 你以為我看五零鏡嗎 我現在不用鏗鏡 就是這樣閘 最大的問題就是 有一些問題 其實就不應該要討論 又或者可以放在第二輪才討論 比如說黑人問題 這些由來已久的問題 也都不是由特朗普搞出來的 或者現在COVID-19 坦白說一句 他不會經常有COVID-19 但是未來美國的走勢 和政策和藍兔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是沒有人講的 但是你由某一些 Joe Biden說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 這傢伙 他給我的感覺是什麼呢 他給我的感覺就是一個 做了N年公務員的老油條 我們撇除了他 他的兒子 和中國這麼深厚的關係 Joe Biden像誰呢 他像曾蔭權 他十足像曾蔭權 最好不要搞事 最好什麼都不要搞 Joe Biden從政四十七年 做了副總統八年 其實在這八年裡 真正美國做過的事是不多的 是不多的 而在這八年裡 只不過美國有一個 相對於自由的大環境 一向都是這樣的 所以他又 雷曼爆破 shift了去科技 慢慢地他的科技 就領先了全球 讓美國再次領先全球 和Joe Biden和奧巴馬關係 不是太大 奧巴馬就採取一個方式 就是盡量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Joe Biden一模一樣 Joe Biden已經說了 如果他上的話就會加稅 就是對於商業會加稅 他上的話就會取消所有中美貿易協議 他上的話應該為了要製造 美國一個繁榮的景象 又會被中國的留學生去回來了 偷東西白點說句 看到就看不到 最重要是有錢進去 製造一個繁榮的假象 但問題就是這樣長遠 對於全世界 是一個毒瘤 你想想中國在美國偷東西 偷科技 要多長時間才可以做到今天這樣 分分鐘真的十年八年 有什麼可能特朗普知道他不知道 他們都知道 不過他不做 不搞 有問題呢 奧巴馬就找誰呢 找世貿 又用了 找世貿 所以特朗普 特朗普一早已經知道 所以他現在就申請退出聯合國 是嗎 是嗎 即是 即是 彭斯呢 不是 Joe Biden 就是一個 曾蔭權式的公務員 在現在這樣的時勢 他上是很不適合的 反而一件事 如果特朗普倒了當 而彭斯上 第一件事 彭斯年輕很多 61 第二件事 他真的強硬 彭斯真的強硬 你說會不會打仗呢 我覺得一半一半 譬如說 黃世澤那些都說會打仗 一半一半 因為美國呢 他不是你說打打的 即是美國他真的很民主 是民主選出來的 即是你要跟回民意 那些民意 人家都沒有打 你打我幹什麼呢 所以現在你看到特朗普 他是經常想 中國先開第一槍 但中國就知道他弄的 就死都不肯開 只是這意思 但是你想想 有沒有一個 即是大家想想 由Bill Clinton 到George Bush 做到奧巴馬 這三任總統324年 大家想想 有哪一個 是會這樣打擊華為 一個都沒有 有哪一個是會趕走中國的留學生 一個都沒有 有哪一個真的會封WeChat和TikTok 一個都沒有 有哪一個真的會做中美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去到一個這麼離譜的階段 奧巴馬都當看不到 有沒有搞錯 有沒有搞錯 我和你買6500億東西 你和我買15000億東西 有沒有搞錯 對不對 差都不是差那麼遠 對不對 你就和我買最低科技的東西 我就和你買最高科技的東西 那我的科技就給你了嗎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現在的情況是很複雜的 大家要明白 現在整個形勢是很複雜的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對於特朗普來說 其實支持他的人都是支持 不支持他的人都是不支持 但是現在美國大量的政客在這裡辦事 因為群眾壓力 所以都說會反華 其實真正有反華方案的話 有反華行動的話 我相信除了剛才我講的三個人之外 一個也沒有 全部在那裡吹水而已 口就反華 但是他的措施就是幫中國的 變數非常之大 那你說會不會有同情分 對於特朗普呢 我覺得都不會 我覺得都不會 就是不會說 就是會不會出現 好像當時的陳水扁那樣 還撞了槍,反而做了總統呢 我覺得這個情形在 美國未必會完全這樣出現 未必會完全這樣出現 但是問題就是 因為特朗普不能夠抓到票 他抓不到票是差一點的 但是是否一定絕對呢 我覺得又不是 如果他這次病重了 病很重要 然後在十月底 或者十月第三個星期他沒事的話 可能那些人又會再選他 因為證明他身體沒事 如果身體差就死了 對不對 很多變數 很難說 但是 就這樣看下去對特朗普是不利的 就這樣看下去 因為你做不到拉票活動 反而這些什麼電視辯論 我不覺得太重要 這些其實坦白說 都是吹水會 你辯論到什麼出來 你都看不到什麼 所以我們要留意那個時態的發展 但是對於中國來說 那個變數更加大 對於經濟來說 一定是特朗普上 比拜登更好 很肯定 很肯定 但是拜登上的經濟不一定會差 就不是 為什麼呢 他不會扭曲整個美國 他不可能這樣做 他都是上的 但是沒有特朗普那麼厲害 但是特朗普做的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會延續他現在的政策 如果特朗普或者彭斯或者蓬佩奧 能夠做下一屆總統的話 我可以很肯定一件事 台灣和印度的武器已經成了事實 而中國沉下去就會成了事實 也都可以救到香港 但是如果拜登上的話 那就很麻煩 那就相當麻煩 我們繼續跟進 看看情況是怎樣 現在變數很多 其實現在變數很大 我們看到民調 在首場辯論之後 拜登表現是較好的 我們實事求是 CNN本身都是 對拜登的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拜登的很多民調顯示 他都是領先特朗普8-10% 但我們經常說這些民調沒什麼用 除非民調的差距很大 譬如說蔡英文和韓國瑜 這樣就沒得說 差4-5成就沒得說 但是你說差10-8% 以前特朗普都輸給希特特利 輸很多 但是他一樣贏 但是現在出現了這個變數 是否更難去預測 其實在中國來說 都彈上彈下 彈上彈下 你不知道 為甚麼呢 你現在正確實在10月初 真是十月驚奇了,因為是十月一號晚 真正這個就是十月驚奇了 其實就是十月一號晚出現的 如果特朗普真的有什麼問題的話 由彭斯上,坦白說一句 我夠膽說,彭斯基本上贏了周拜登 贏了他 第一件事,彭斯沒有那麼厚不擇言 但是他反華的路線是比特朗普更加強硬 第二件事,他也有足夠的從政經驗 他之前是參議員 第三件事,他年輕很多,差很遠 如果特朗普在的話,周拜登還有一些勝算 如果Pansy的話,我想周拜登的勝算低很多 當然我們言之上早 因為Covid-19始終死亡率不高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特朗普年紀大 他72了 肯定是中央肥胖的,這個不用問了 所以我們為他們兩夫夫其僕 他太太應該沒什麼問題 你看到他太太收到整條柴 還有只有50歲左右應該沒事 希望特朗普沒事,我們就跟進新聞 還有一件事,大家要明白共和黨 都未必是反華 共和黨未必是反華 因為在這麼多年來 奧巴馬那八年 其實真的被中國滲透了很多進美國 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其實滲透得很厲害 很多人都收了共產黨錢 很多人都有黑腳被共產黨拿著 無論是民主黨 無論是共和黨 我相信反華的人是很少的 真正跟中國沒有什麼大關係 而會全力反華的 我相信百分之十的人都沒有 剛巧特朗普就是其中一個 即是他們那些大美國主義 所以我們真的希望特朗普可以好 如果他能夠好 我覺得他做不到電視辯論 或者去不到拉票的話 其實問題也不是太大 問題也不是太大 看當時的氣氛 如果他有事,由彭斯上 我覺得反而更好 當然我們不希望特朗普有事 大家有信仰的就是為他祈禱 希望他盡快康復 我相信以我們在香港的經驗來說 首個一個星期是關鍵 首個一個星期是關鍵 即是可能下個星期內就知道分曉 所以大家一直留意著進展 我們有問題的話 都會立即和大家做節目做 這真是十月驚奇 十月一日就發出這件事 令到整個選舉的變數很多 你真的未到選舉日不知道 但我有一樣要說 我是非常反對郵遞投票的 我是非常反對郵遞投票的 因為郵遞投票是很容易 很容易 非常容易出述的 拿了你的票 收不到 遲些發 有些人可能無厘頭 變了不投票 或者票不知去到哪裏 過了一個星期後才到 太多了 所以我是非常反對郵遞投票的 其實很簡單 你戴口罩 去踢一踢 搞定 是吧 最簡單的 去踢一踢 我希望 現在美國的情況 其實一般一般 某些州好些 某些州都是差的 不戴口罩 我希望他們 特別是特朗普 今次之後 麻煩你做總統 你以身作則 每次出席 都麻煩你戴口罩 特別是你出席這些 這樣的大型的拉票活動 白說一句 因為整個場 口水花噴噴噴 你不戴口罩的話 根本就會被騙 不知Hicks怎樣惹回來 變成整個白宮都被騙了 我覺得他們整個白宮應該每天都做 每天都要做核酸測試 不能搞的 其實 因為他們一個問題很嚴重 你可以看到 其實 美國是 你不可以說他輕事 但他們就是不喜歡戴口罩 但剛好這個病 你就一定要戴口罩 一定要保持社交距離 真的沒有辦法 希望特朗普盡快傳遇 我相信未來這個禮拜是關鍵的 如果沒事就沒事 好就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這個電腦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是新機 所以它轉檔是很快的 它轉檔是很快的 我錄完的時候是12點半 我相信1點鐘都可以見面 大家如果有信量 就替特朗普兩夫婦祈禱 我們也希望所有白宮的人員沒事 我們是希望每個人都沒事 跟政見無關 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沒事 跟政見無關 香港勵志已經很少了 我再說一次 特區政府一定要處理輸入個案問題 如果不斷有輸入個案的話 我告訴你 我們的網誌 地產小專家 逢星期五和大家見面 我們的投資日誌 十月份 我會講恆大的財務 中通快遞 遊戲股IGG 金山軟件 物館股的雲端 方案解決股 就是明元雲 載定醫療和醫療解決方案 是在中國、香港和亞洲的 雲頂新耀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訂閱 Youtube投資筆記十月份 兩項收費項目 我不重複 今天是星期六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訂閱 有任何問題的 大家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也可以 電郵給我也可以 接著我們要到星期一 星期二再跟大家見面 大家記得看我們的一周故事大事 Youtube投資筆記 今天都會出第一集 大家要留意 多謝大家收看 下一集再和大家見面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